欢迎收看本期视频 老祖宗的手艺不能丢啊 话说让你相亲 你怎么就摆着脸呢 你个大叔蹄子 不就仗着自己是皇上 不以为所欲为的选妃吗 你要是哥现代 你要是能带个女的见你额娘 你额娘不知道多开心 哪还能逼着你去相亲呢 就此二 祖传业务写作业 要说起写作业啊 学生怕得不行 但这是老祖宗留下来的智慧 你不学不是愧对列祖列宗吗 别说现在小学生了 就连在清朝的小王子也避免不了 你看看 在清朝作业就被承删了 五天逼迫人家写作业 三百六十五天全年无休 我们还好还有个什么寒假暑假的 他可是拿命去学习啊 就算病了也要写作业 原来乾隆儿子死得多是有道理的 最后 永连也是因为学业繁重 病死在床 不查呀 你能不能长点心呢 永连 我看你 干脆改名叫可怜嘛 所以 现在正在拿着鸡毛胆子的家长 我劝你善良 回头示爱 说四三 祖传办公室恋情 静中和魏燕吻在同一个办公室上班 瞒着大猪蹄子搞暧昧 原来从古代就有办公室恋情 看来我们的老祖宗也很会玩嘛 这么刺激的活动 谁不想来一次 果然禁止办公室恋情是有道理的 你们这样搞 还怎么提上业务 要是时时刻刻没来眼去的 还要不要干活了 所以 正在看视频的你们 想想办公室有没有人 用这样的眼神看着你 如果有 赶紧打消这个念头 表边我也是 因为月薪两千的我 老怕人家会看上我的钱 我之前不能分享给他们 我要养着久久皈依的腹肌 所以你走吧 我们不让我跟你玩 好 今天的视频就到这了 记住扛好自己的钱 好好养你的腹肌 拜拜